为了给美国总统大选预留更大的空间 联邦储备局一如预期在选前维持利率不变 但暗示可能下个月加息 联邦储备局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最后一个货币政策会议上已多数票通过 把利率维持在0.25%到0.5%之间 但基于经济动力增强 就业增长保持稳健 以及通货膨胀率攀升 联储局可能下个月加息 一般预计 到时联邦基金利率将提高25个基点 不过有分析认为 大选结果很可能影响联储局的决定 联储局自去年12月加息以来 已经连续7次按兵不动